它的奶味很重 真的喔 怎樣 欸它的拉薩味道好香喔 不錯的咧 吃吃看它的麵 它的麵條直接包覆它的湯 嗨 嗨 回到達人製作日常 我是翹翹 今天啊 我們來到新化 然後新化呢 我們的剪輯師阿伯 他跟我說 這邊有一間 拉薩味 很好吃 我說什麼是拉薩味 拉薩味是叫拉薩的那邊嗎 啊沒有啦 還笑 它是 欸是新加坡嗎 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的 菜色 然後 這間聽說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說一定要來吃 好出好出 不是聽說是我說 好好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這間到底有沒有那麼好吃嗎 我們待會兒直接一探究竟 Let's go 看起來好像還行喔 這邊還行好好講話 感覺好像 欸 聽說你也是拉薩麵的愛好者耶 欸我超愛 我超愛那個 花園夜市那間 但是那間我不喜歡去的原因就是 那邊真的很熱 而且我那麼胖喔 去那邊那個 很擠 就是吃起來有點不開心 那這個由你來評鑑最準 我看奶味很重 真的喔 怎樣 欸它那個拉薩味道好香喔 不錯的咧 吃吃看它的麵 像剪輯師啊 他們喜歡那個什麼 意麵 我個人比較喜歡烏龍麵 哇 新喔 它的麵條直接包覆它的湯 但是我知道為什麼你們都點豬肉了 為什麼 相對來說我覺得它海鮮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適合 就是 因為它不是那種什麼什麼很多豐富的料這樣 它就是蛤蟆跟蝦子 但是它蝦子就有三個耶 是不錯 但是會覺得好像 少一個那種巴翠的感覺對不對 嗯 這個 超好吃耶 好 剛才老闆娘他們自己自我推薦他們的那個 那個 什麼 麻辣要寫 麻辣要寫 好麻 嗯 好吃 真的很麻 哎呦我的麻 而且它煮得剛剛好 一點孔洞都沒有 喔好吃耶 但好麻喔 哇 這個真的好好吃喔 天啊 我們前面吃很多間了 但我還是可以把它吃完 它引爆你的私欲對不對 我跟你講下次如果大家來也一定要點豬肉 欸真的要點豬肉 老實說真的要點豬肉 它豬肉超好吃 因為老實說海鮮看起來有點 唏噓的 有沒有覺得我的嘴蠻厲害 什麼臉還會稀 你真的不會吃辣 你真的不會吃辣 超麻 這如果我喜歡吃辣的一定會喜歡 真的超麻 哎呀這個好好吃喔 它竟然可以吸湯汁吸成這樣 嗯 這碗110比某間還便宜 但是我跟你講某間的它的特色是 它就是有蝦有蛤蟆有肉什麼的 就是豐富度比較多一點 然後這些他們之後如果改成這種 我會覺得更棒 個人覺得 但是就是如果不吃海鮮的 我會覺得說 我就點豬肉可能更方便 可是很可惜的是齁 這邊他們聽說可能就是快要不一夜了 所以要吃的話就盡早 他說大概在擺個可能一年左右吧 因為可能原地煮了 不想煮給他們的 所以把握機會吧 我跟你講這件事上班族必吃的 真的假的啊 真的 那有吃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對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真的 那麼多人吃過 對 真的很好吃耶 還不錯 那我們再把它吃一吃再做個東西吧 好啦我們吃完了啊 欸真的很好吃耶 是不是 可是很可惜他如果他這間如果沒有開 我覺得應該會有蠻多在地的人 很失望的 不會啦他不是說還有一年左右嗎 就是看那一年可不可以找到一個適合的位置 又要好停車 欸真的推薦大家趕快來吃 真的趁他們還沒有關閉之前 大家真的可以來吃 這件事真的好吃 老實說真的好吃 可是就是稍微偏移市區啦 就是如果你們剛好有來到這個西北的話 你們可以來嘗試看看 我覺得個人覺得蠻好吃的 這件事是非常值得推薦 而且價錢如果以LASAMI來說不貴 就是蠻值得大家來嘗鮮看看的 而且又有冷氣超讚的 好啦最後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開啟小鈴鐺 還有什麼推薦的LASAMI嗎 還是新化美食 那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吧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掰掰